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狂争猛打 就对待我们的节目 啊东何时会出现昨晚,去凌波罕吃饭 最后一天 啊东说,你为何那么多不请我 要不是在煌煌 我就说,你要做生意嘛 要晚上要烫饭吃 并且说,今天他也没有单 没错啊,所以我不就是上来 别不是陪你做节目 我真的不知道 大哥,今天也没有单 昨天也没有单 喂 那就倒閉了 喂,香港饮食业的寒冬 你猜是假的,你猜是真的 我們在飲食業前線,各位網友可能不是做飲食業 現在真的很大,可能 剛才你們有個客人都是行政總廚,厲害的 包括你這隊總廚 不是搞笑的,行政總廚是三間大酒樓的行政總廚,一間是市場中心 一間是,全部都是厲害的 即是Berry這隊的行政總廚 這肯定不是有名有姓的 剛才那位大哥上來,我們這位行家一講起,這陣子的飲食業很大 當然是大鑊,完全是很大鑊 昨天連續幾天是一張單 是啊,所以我今天也有空,上來做節目 我陪下你,我還想說,我跟你做節目好,沒有試過東平洲 大佬,兩個人做節目好難,不過今天又有Lawrence哥更好 是,今天第一集會講什麼呢? 你來到就講一些可以和Lawrence一起講的題目 就講最近的滿城風雨 焦點,究竟可白的焦點大些 還是劉世良的焦點大些? 雖然我星期一,什麼介意節目 可白和劉世良都是差不多人 還有之前在維路頻道,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維路頻道都有做,一、三都有做 都講過三次了,不過有最新的發展 這一場我先講,在《比利晚報》就正式第一集 比較詳細的講得相知 一定第二集都是比較講了十分八分鐘左右 好了,你問我很簡單 它這件事,由一開始的發展 那些人會爭論兩樣東西 喂,有沒有證據呢? 你問我也是 我看到今天所有東西,我都看著證據它為主 譬如其他人,包括合作過的朋友拍檔 探長、呂王、泰哥等等 徐涉華數回以前那些東西 這些我會有參考 會有很大的參考 但最終最重要都是看證據 首先,有些例如劉淑仁粉才會質疑 喂,你們家屬講些東西 為什麼不一早七年前講 要等陳調魯先生過了一生你才講 而且這些是你們講的,口講句無憑 沒有證據,於是就不信你了 就會去到怎樣呢? 去到就說有什麼動機呢? 是不是想帶風向 是不是想影響加拿大的選舉 甚至是不是收了共產黨錢 再不是,你們是不是貪錢 即是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但第二邊都會質疑 喂,你劉細良 這件事是三國最大的關鍵 第一 第一,這件事從來你劉細良那邊 有沒有得到陳調魯先生的同意 有沒有跟他一起有足夠的溝通 和參與在這本攝影集的出版 第二,你說有南華早報的授權 究竟南華早報的授權 是不是所有相片的版權 都是南華早報授權 就已經足夠 第三,南華早報授權 究竟授權是授權了什麼呢? 這三樣東西其實是整件事的關鍵 你問我,很簡單 劉細良那邊一樣是不夠證據的 你有沒有一張八字一字 你同意書 不要說合約了 我退一部同意書 或者對話 據紀錄 陳喬魯先生 是同意的 雖然你說陳喬是同意 和知道 最多是一張照片 在讀書會 那張合照 但那張和書迷的合照 是否可以代表他事前是完全同意呢? 好了 再加上當然有些 譬如佐證 有些傳聞出來講 其實有些泛國 我和陳喬生前 聊天 陳喬都講過這件事 他都是不開心的 但那些人都會質疑 你沒有證據 你問我 我判斷 你可以不同意我判斷 我判斷就很簡單 劉細良不對 錯了 犯錯了 你犯錯要怎樣? 你做錯事 小時候媽媽都有教 道歉 如果你怕 在鏡頭面前 我有面子 他大哥 我才子 KOL來的 要好道歉 我不行 那你最少最低限 包括那些粉絲 不是應該走 周圍走 走去 人家過過台 下方 你們為了拆流量 你們為了收事 你們收共產黨 你們搞分化 陳喬家人 就不要騙他們 就是貪錢 不是做這些 不是賭米 而是應該勸你的偶像 很簡單 很簡單 找回人家家人 談什麼一件事 去解決問題 其實 你解決了問題 或者跟別人談 不會再發生到 現在又又又賣 要什麼出律私訊 要控告誹謗的人 越搞越久 是有時間去搞 是對你自己越來越不利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這樣選擇 所以 只有一個可能性 其實這件事 就是用回劉細良的口吻 就是 你幾十歲人 你第一次出來做生意 你剛剛出來走 是不是 就是很簡單 你只要找回家人去談 這件事 就搞定了 他拆 他擺平 為什麼不早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告訴你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根本自己理虧 根本自己理虧 根本自己拿了 陳喬叔的USB去出書 然後沒有得到陳喬先生的書面 或任何證據去證明你拿到版權 如果不是 有得談 一定有得談 阿東 阿東 無論如何都好 當你做錯 不知道你什麼原因 第一 本身你的格子已經有問題 你說騙也好 偷也好 第二 可能本身是我目共一切 喂 我啊 出名 我劉細良 不是黑的不出名的人 很多人聽的 我肯幫你再版本《食影集》 你多謝我都來不及了 我洗歸跟你足夠溝通 我洗歸要你有參與 我洗歸真的得到你百分百同意 和你簽合約這麼認真 可能都是他的性格所言 但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你做錯了 你是不是應該找回別人家家族 和那麼不滿 談好這件事 即是Lawrence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這件事 有 其實你怎樣分析呢 你 其實開頭我都不太好 怎樣說 其實誰一定是對的 誰一定是錯的 因為一定是中間裏面 有些是很不清楚 才知道大家會有這樣的糾紛 但我應該是昨天就是前天 看到他自己有一段自拍的 就說人家做了幾十年生意 那樣 他是抵禦 徐少華 沒錯 那我就覺得這個人的人格 都應該相當之有問題 即是你這樣的行為 你不是救火 你還是火上加油 那我就覺得 即是怎樣說呢 可能就像剛才東哥所說的 不斷地為了要掩飾 或者是不想別人再專注下去 他錯了一個地方 就用其他他自己的方法 想去解決這件事 但很可惜他解決不了不得 還令到更加多人加入這個戰團圈 其實不用說那麼多 有關於劉細良的性格是怎樣 他之前做過些甚麼 他怎樣怎樣 困過誰 其實不關這件事的 是嗎 這個只不過是用來作證 劉細良的人格 但我覺得討論這件事 亦都無須要說 到底劉細良有多賤 以前怎樣 冷氣分屍 其實都是浪費的 其實這次這件事 非常之非常之簡單 就是你拿了別人的USB手指來出書 喬叔是以為你拿了那隻手指去做 何壽影集就出 九十大壽影集就出 而你原來拿了那個 手指裏面有那個 以前他為宗喬出書 那個blueprint 即是有那個男子在那裡 即是印刷前 會有一份男子的書稿 他拿了那個書稿去出一本 他自己作為出版射出的書 去牟利講完的了這件事 其實是講完的了 而整個過程裏面 你是得不到陳喬佬先生的任何書面 的一個written agreement 是嗎 很簡單 你懂得問南華早報拿授權 拿版權 那為何你沒有問這個 所有照片的作者去拿呢 而很簡單 你出來解釋 到底你這個印刷品 你這一本所謂你地上書房出的書 裏面的照片 的圓榜 那個種在哪裏 是不是 有的 印刷廠知道 他自己知道 那個種 我們叫做種 做設計 那個master file 到底是哪裏來的 是不是 是由 SMP 給個email 你 那個link 還是 SMP給另外一個 手指檔案 你 或者光碟 你 還是怎樣 那個種是有個來歷的 一定知道的 是不是 現在擺明這個來歷 就是來自陳喬叔 親手交給劉世良 說 我不知道 拿來何詩 沒有講過出書的 的一隻手指裏面 你拿了人物 即是盜版 即是侵權 現在人家 如果沒有事武漢 人家怎會追你 人家的女兒怎會追你 是不是 現在如果大家想知道 更多 有關這件事 即是陳喬叔和劉世良 這個爭端的真相 大家可以上Facebook 看這個消失的檔案 是由羅恩惠女士羅導演 他寫的 他想講 很多事看證據 譬如看消失的檔案 我待會都會講 甚至有些圖給大家看 他真的更危險 你知道這檔案是非常好的Facebook page 羅恩惠也是非常出色的 他的傳媒人 也有好朋友 我認識他本人 他本人是比劉世良更加可信的 他想一下 他有兩篇 是真的跟南華早報 最近去做調查 看你們 南華早報本身 他這件事 他當時做過什麼 還有今天他這篇 《我政單隊》都會出圖 第二個就是前企業 他主席陳以南 是 是 因為當時 劉世良都說 是得到記協 叫他們出這本書 誰知道你看看陳以南 在和徐少華的對答 是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跟劉世良講法很大出入 你再看消失的檔案 就是追查 這些 而且今天他把證據出來 的確 你問我 劉世良那邊完全是他理規 好了 我要講 首先大家未必是很明白 什麼一回事 正等於我現在 在《啤梨頻道》 我有一個節目 叫《醉鎮分析》 譬如有時會出去做直播 一九年二零年 二一年都很多 現在示威都不是很多 瞬間人中都會有 有一天 譬如《啤梨頻道》 想出一本結論集 《醉鎮分析結論集》 以及林康哲出面直播 很簡單 即使我在這裡 他打工的 那是否最少 你說法理上 情理上 什麼都好 要先問一下我的同意 是吧 當然 當然 你說我完全不用 我都未必能吹得你的仗 例如《藍牙早報》 我和你談了 他還不行 但是現在問題再不同 有一天還有一人叫《姚冠東》 我說當日《藍牙早報》 即是《啤梨民道》 和林康哲出面 談好這本書 到第二天 姚冠東想再版這本書 但是你第三方來 你第三方的時候 是否除了要得到《啤梨民道》同意 他最基本 都要 最少都要林康哲也同意 好 即是我和《啤梨》談了 我就不用管了 這樣 是嗎 當然就招被人道 還有就是 和《啤梨民道》談得不夠 原來 你穿那本書 不單止是 林康哲一些直播 最正分析 在《啤梨民道》出現過 放到那本書 而一些是《啤梨民道》 沒有出現過的片 一些我當時沒有放出來 沒有講話 一樣就放了它下去 因為我用USB 你用集合同意可收 原因 我就給了你 不就是來參考一下 阿靖 阿靖就是來參考一下 那部分的版權 是屬於《啤梨民道》 還是屬於林康哲 這些法理上 法律上有得爭辯的 情理上就更加不用說了 情理上一定是要對方同意 所以樓上他都說了 我得到陳教肅同意 還有知道 不過他就沒有證據顯示出來 因為怎樣才同意呢 在法治的社會很簡單 有沒有合約 有沒有同意書 沒有其實 就看別人信不信你 如果你跟別人說的 都好像有這麼大分別 那就是 大家看看 譬如《小捨的黨浪》 今天 我們看 我出了一個圖 可能會半一點 因為有很多 他就說 以茶醉為名 就虛構讀者讀書會 羅恩惠 2024年5月16日 中橋護助會 當年曾經幫喬叔 讚寫侵權聲明 他說 2024年5月7日 筆者收到來自中橋護助會 前出版部編輯記來的電子郵件 附上陳橋先生 在2017年8月26日 去他們辦公室陳求協助的時候 編輯 當為讚寫聲明初稿 內容就充分表達了 陳橋為知識上書局 上書房 是第二個上書 是兩家人 上書局 就是抗永圈 劉世倫老婆 在2017年7月 以陳橋的名義出版 《鏡頭下的歷書》一書的憤慨 這份是美金律師進一步審定的聲明初稿 是中橋編輯人員 在2017年8月26日聽了陳橋叔意見之後 代他讚寫 陳橋就強調 是沒有授權任何人 或者組織 用他的新聞圖片作出版用途 他不點名 這個不點名 指上書局的鏡頭下的歷史 屬於盜用版權 應該即時停止銷售和宣傳有關圖冊 並予銷毀 這些書 陳橋和中橋編輯 都直接以盜版來形容 劉世倫出版的一本書 陳橋聽聞上書局要用他的名義 搞這個圖片展覽 他明確是要停止 好了 畢者 圈內人 都是老朋友 這個案件引起廣泛 討論之後 他主動找當年陳橋授意 但未刊登的聲明 給筆者參考 告知事件的始末 他們就談起 喬叔的性格 都說好人 與他為善 17年他回香港探親 幫他可守 一位素未謀名的吳先生 找喬叔參與獎者拍攝計劃 表示要採訪50位80歲以上獎者 追問的 陳橋在謹授行程都答應參與 見證他真是稿人 17年10月13日 在理工大學進行訪談等等 當時 完了之後 一位羅和先生 就將 劉世良這本 即是上書局這本 鏡頭下的歷史 就給喬叔要求簽名 當時喬叔 有人要我簽名 他都免得推人 你知道他好性格 但他女兒陳藝娟就說 這本書是盜版書 不可以簽 不可以簽 中橋和陳橋有甚麼關係呢 陳橋是中橋的資深義工 經常幫中橋拍攝活動花水 甚至90歲作家阿龍 不出名 在4月9日 在星島專欄就以 此見證人悼念陳橋 中橋編輯部都告知 一年錄然陳橋三十座的新聞圖片集 《鏡頭發》歷史出版之後 中橋就將攝影集的藍本 存放USB 就交給喬叔 他說喬叔受劉世良欺騙之後 是去到中橋求助 即是又找過中橋求助 是的 他們是草意了 遭侵犯版權聲明 並且就交給喬叔跟進 畢者知道喬叔曾經期望 中橋出面和尚書局交使 但是最後 社團管理陳可能就說不行 都是未能進一步 他協助 喬叔都因爲種種的考慮 沒有張芝發表 所以不能說喬叔在新時沒有表態反對 容許我加多日1點開業 我個人的推測 很簡單 今時今日的家屬提出這件事 是不是都被一些 流上來fans排山倒海 甚至人格 抹黑氣 說你貪錢 你想想 阿喬叔 這麼大的年紀 如果當時提出這件事 你覺得 在網上輿論 坊間輿論 可能都有很多 總之我就撐人 不是看這件事去攻擊他 他未必受得起 當然 八分八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但這個也是不細的機會 這個 他講回整篇的聲明 你看到整篇的聲明 有什麼可以補充呢 甚至是想過會採取法律行動依法 去追究 好了 第二點 喬叔 女兒當年已經發現USB 不易而非 在4月19號 桑禮過後 喬叔 兩個女兒 Jurisa和Messie 和畢姐組織了一個對話群組 喬的書 幫畢姐了解喬叔珍藏相片 未有授權而被出版的事 小女兒就提供了17年8月7號 和大姐姐 例如已經有對話截圖 他說阿爸 是有對話截圖 阿爸今天跟我說 這個記者 劉世良 在無據同意之下 在香港出書 他三個對話群組裏面 就提及 老豆真從USB就不見了 裏面 除了中調比的 副印前的藍本 也有調速不同時的拍攝的舊相 可以直接交給印刷相 那兩姐妹清點櫃的時候 找到三合議 陳喬三十 明明的光碟 但是中調編輯部交來USB 就不日而非了 至於第三個虛構的讀者 簽書會 劉世良的片 就提及 在同年8月11號 喬叔和他 在明開的新穗華酒樓喝茶 出席者 有攝影師 水和田先生夫妻 金門銷水插畫家 董培生先生 漫畫家 Thomas Wong全部都是知名日定時 同場也有訂購這本書讀者 他們就把這本書交給讀者 之後即時向喬叔 撒取簽名 喬叔幫讀者簽名 和茶聚朋友拍照 全部同日是上載至 城寨的Facebook 劉世良就用茶聚來證明 喬叔是有參加讀者簽書會 所以不但知情 而且授權 說不著 找回當日在現場 Thomas Wong就求證 Thomas是政治漫畫家 外號 舊暗幻畫 舊暗幻畫 Thomas就說 當日他和董培生先生 在越智民市 用餐 其後去溫哥華市 深雪華酒樓 當時是沒有見到讀者 更加沒有簽書會 Thomas就說 他就是水和田 亦都將自己的漫畫書 順給首次見面的劉世良和陳翹 大家行缺不出半小時 最後一頁 劉世良影片出現後 很多人就找我 問我茶聚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Thomas就說 其實我只是和董培生午飯 坐開半小時車去演場送書 即送他過半書 跟他說茶聚可以毫無關係 甚多人在在場也不知道 他就說那次演出陳翹之後 他就稍後在藝術家聚會 他就形容喬叔是正直善良 每次都談及過行增長相片 喬叔都說 免費是送給博物館和大學 他珍藏的 好了 當然再看其他相片 這些就是羅恩惠 少許的檔案 他擺出來的證據 包括是當年那份的聲明 雖然這份聲明最後是沒有發佈的 再看 林鄭叫兩個女兒那些對話 在Google那些他對話 再看回 這個當年在城寨話那些 就是讀書會等等 還有一張 在城寨那邊CAP 就是在書上面簽名 好了 剛才阿東提到消息的檔案 這個最新的 是提加他們的調查版本和證據 所以甚至 這張就是 這張就是 十二難都說 其實沒有這回事 陳紀葉 所以說 就算連這個所謂的簽名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獵造 獵造 可以說是一件刑事的問題 這些是行勢虛假文書 但是這份聲明 當然最後是沒有引出來 在法律上就可能有得爭 所以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層面看這件事 在我自己的節目都有講過 其實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法律層面 一個就是道德的層面 可能現在在法律層面上面 你劉細良夫婦 可能真的沒有犯法 他可能在法律上面沒有犯法 雖然法律也有得爭 不知道有沒有得爭 其實因為未去到一個法律程序 或者未去到一個訴訟的位 第二件事就是 除了法律的層面 也有第二件事就是道德的層面 就是道德的層面 所以兩個層面來說 法律層面 我覺得現在你是口同備爭的 即是你現在說你有一個說法一套 家屬有家屬的說法一套 亦都很多東西陳列了在所有的網民面前 或者是公開了成為了一些公眾的資料 但是問題是 現在香港的執法機構 或者是否有執法機構 是否需要就這件事去介入呢 是不是 又或者家屬如果覺得是這麼嚴重 是不是應該訴諸法律去處理呢 我覺得一定需要 必須要 即假設如果兩位女女 是真的對這件事 即是對於喬叔耿耿於懷這件事 這麼入心入肺的話 就不能去避免 一定要訴諸法律的行動去進行 到時這樣就發展去訪問 因為其實是不止相言狗婚這麼簡單 是的不止 這個也我想繼續講的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現在這個 有很多人說 這件事哪有公共性啊 說什麼KOL 誰這樣說 陶傑說 是嗎 在某一集 在上個禮拜某一集的光明頂 他自己節目那裡說的 他說香港人現在談到這些 全部都是沒有公共性的 說某個KOL 拿了別人的什麼來出書 一個就是說什麼可白 一個阿伯 一個大陸 那當然他們都不是什麼 政府公共性 但是某程度這些也是公共性的 我想說是有 不 先不要說可白那裡 我覺得在這件事 劉細良這件事 親權事件上面 是絕對有公共性的 為什麼 這個也是認證了 到底香港的 道版法律 或者香港的版權法 是不是健全呢 這個也是關乎於香港創作人 就是我是創作者 就是我是一個從事藝術創作 從事廣告創作凡二十幾年的人 就是我對這些是特別敏感的 而這件事正正是牽涉著 一個人的作品被盜用 這件事是絕對有公共性的 甚至你問我 何泰這件事 根本就是現在的人口劣幣 叫做糧幣的例子 都是有公共性的 這個我講回 待會再講何泰 劉細良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嚴重的事 是有公共性 是必須要正視 是社會要正視 不是你出名過我 我就可以拿你的東西來出書 現在是 現在是一個欺凌老人家 一個比較有名的人士 欺凌一些素人 雖然陳喬叔當然不是素人 但他不是廣衛人 認識他行內 比較多人認識 是吧 現在網上這麼多偷逃事件 拿人家第一手的資訊 去給自己的page 拆流量 這個是盜版問題來的 即內容換上 是的 這個是版權的問題 正正的 全香港網 不是說網絡 是全香港的社會 都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你出名大了 你劉細良大了 現在 你現在欺凌阿伯 屌你了好不好 你大了 現在 是嗎 即是不可以的 這個社會 是不應該去 姑息 這些人 去做這些事 現在 其實他所有的 整個禮拜 那些爭論全部 顧左右而言他 不要說他們兩個 即是不要說 劉細良自己 甚至 這些所謂的 他們的粉絲 他們那些鐵粉也好 其實是倒米的 或者他們的資源 包括蕭若元 即是他們說的 其實你顧左右而言他 都說回到那個重點 你有沒有問人家拿 即是那隻手指 或者那個版權 你沒有問人家拿 你沒有問人家拿 就親權 我沒有看 我免得急罪他 是的 他有說 他是情罪 即是 魯蕭就說 劉細良 是疏法 那個程序 即是沒有跟隨程序 即是沒有跟隨程序 是疏法 不懂做人 是的 即是 不懂做人 關甚麼事 不懂做人事 即是現在 關甚麼程序 甚麼那些 現在根本 你就是沒有問人家 你拿了人家 你拿了人家 你已經拿了人家 你看到消息的檔案裏面 那一份聲明 就是陳喬叔 已經講 即是他們雖然沒有出到這份聲明 沒有出很多原因 陳喬年多大 他不想搞大件事 不想說 算了 這些都是一些 其實是老好人 其實是因為好人 而有些人 包括劉細良那種人 就是 abuse 了別人的好人 即是他濫用了別人的善心 那他和現在 他不斷騙你們的網民課金 他不斷騙你們的善心 他不斷騙你們的善心 你為何要課金給他 因為他覺得 大家 他為香港什麼 付出了很多 什麼 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付出了很多 那你和以前民主黨那班人 那班所謂議員 又不斷騙你們的善心 這個是一個 叫甚麼 這個是一個位來的 一個吸水吃錢的位來的 大哥 清醒一點 這個是一個位來的 他Lawrence 如果是你 即是你是劉細良 譬如令到一些熱誠的拍檔 都拿了一些例子 給徐徐師說 那些都說 那時候你怎樣對我看差 你會是怎樣做呢 如果給我是他 首先不要出那麼多聲 甚至乎是不要出聲 因為基本上 在那一刻 你很難判斷到正確的事情出來 最好是找一些顧問回來 問一問一些意見 又或者可能找他也有的了 找更多一些法律意見 看看這件事上面 他自己有沒有機會 是會被人吵了 嗯 首先要做這些事先 當然 如果給我 我已經一早道歉了 嗯 那當然 好過 當然 這樣回應 就是這條片 哇 那些講到這麼冤溫 但六十幾歲人 真的 有時候 去到盡頭 你就覺得很可笑 真的 你看他好像攻擊你 攻擊你 但你一路聽一路看 你覺得 喂大哥 你六十幾歲人 你第一天出來走的嗎 你第一天做生意嗎 這樣被人欺負 這麼慘啊 屈了在心裏這麼多年啊 我現在才知道啊 這樣 這條文字版 文字版 就是這個 Facebook page 正正為息 做了一個 我見到 文字版本 大家都看 文字版本 首先 在回應徐少華 當年大家知道 他成債 一起協作 他等等 原來都有發生過 好不好的事 甚至你問我 屬於 恰狗徐少華 是欺凌 正等於 原來他 所謂的解釋 或者是回應 徐少華 他不是說 我沒有欺負你啊 我提一些證據 其實不是這樣 原來是沒有啊 原來就是說 是你狠狗 你狠狗 你狠狗 你被我欺負是你問題而已啊 我心想就是 可能你當時你不覺得 你可能你會用一絲副意 大家都好朋友啊 是不是啊 你不會在公開 會用這樣的態度 講這樣的東西 而是 當你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我只會 他覺得 他講到什麼 中國人的劇根性 小龍DNA 記不記得當日 他人大班 大吉祖 你都是這樣說 他大班的 那那些又算不算 你劉西蘭口中的 小龍DNA 中國人的劇根性 而你這樣的態度 你問我 簡直是歪你當真美 一個你吹得我象牙的態度 你呼應徐少華 又算不算是 你最近的 中國人的劇根性 和小龍DNA 你這樣來殺人 這件事 火水救火 越燒越亮 就浪費了 這些 正宗 我出來做生意 我真的不是第一天出來行 我不是第一天出來行 我不是第一天出來做生意 好像你這些人 我真的見很多 年中見很多 是啊 厲害 你做生意 最厲害是你 動賭人 牽賭人 騙賭人 是不是 有錢入袋 no problem 我其實覺得沒有問題 香港第一是這樣的 幾十年 不要計 什麼主權嫌疑交 香港半個世紀 一百年都是這樣的 你去想想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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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人 聰明 我做到生意就行了 你管得我 我是動你 你抽人 所以剛才 Helena說 整個荷蘭 那是呀 荷蘭就是代表香港很多這些人 你記不記得 就是這樣 盧神林巴菲塔 塔高 塔高經常講劉秀陽 是 當然會講他的節目 他講了些什麼 可能一些圖等等 搞到被人投訴 非常有pager 都要他接完 是 然後正正就是 他就說是被劉秀陽那邊 他投訴 是吧 我見到你自己 就這麼著重這些 但是 當你做事的時候 有沒有著重別人的 對反權那些東西呢 我再看 即是一個人有沒有承擔 有時候的細節可以看到 譬如這些是他承擇之前 admin出 甚至是羅恩惠導演 背後動機非常好 要小心 即是人家是追求他爭訊 人家是 追求爭訊的時候 調查的時候 結果是怎樣 藍牙組沒有怎樣回應 中橋那邊的回應 其實他不會知道 是吧 那當然後來就說 其實我是Kenny Boy 是我做的 即是更簡單 我不知道Kenny Boy是誰 有些人 他老婆 會不會就是他老婆 即是他老婆 很簡單 如果你就稍為一個承擔 這個台是你 你台主 就算我當你是下屬 不是你老婆 是不是都要出來說一兩句 不要這樣 怎樣怎樣 這個就可以一小時 都可以看到 一個人本身的承擔 在哪裏 當你做人不夠承擔 就像今天這樣 你繼續死雞燦飯 給他丁買 賞失去全世界的火 當然了 其實有另一波 這波是什麽呢 他才會免費幫城寨設計 再邀請各網友做免費勞工 任勞人員 月五十一毫子 幫他通宵打人 平均每個網友 自由捐獻的銀碼 大概三百至四百 最後捐出了超過四千個雷冠 內匯十六萬 一百十萬 一百十萬 現在正在通宵 我們再出他兩張圖 當然了 譬如在小水合破獎 平時講他旗案 現在都講了他劉世良 都有找了當時人親自去講 甚至呂王 呂王都寫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怎樣 那篇文章是關於他和城寨六國 他創辦人不是兩個 誰知他創辦人 後來就被人當他是阿四 他義工等等 這些都是 又有新一波 然後我回來 劉世良他最新 雖然都說 他也有承認他做得不好 但是他為了深刻出書 沒有根據程序 但是他說他沒有偷 他沒有騙 不過他好像初初很虛心他受假 但後來他又說 而所有對他 不知道你有沒有份 誹謗的人 他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當然 我都想起一件事 十年前 那時14年6月 當時 和阿東都不認識了14年 14年 十年前 十年前好了 當時有節目 沒什麼人看的 叫《爆破地獄》 有很多人看的 《爆破地獄》 主持有三個 一個就是小弟 一個亨利 一個蘇豪 一集就講到當時 劉世良和大班的風波 嗯 我就講了 其實你劉世良 怎麼都會大班 捧了你這麼久 進了中央庫政策組 這100都好像當你契仔 這樣石 抬樹 當然你都很本事 譬如你光明大陸 拍陶傑 我覺得他其中 我最會拍檔 歷史有很多東西 很厲害 你也有本事 但都不用 大家分裂了 翻臉之後 這樣 然後蘇豪就講了個例子 說說那時在淫網 因為一位女職員 以前都跟過抗女士 抗命圈 那女士都說 抗命圈都很難受 好了 做完那集的節目 晚上收到人PM 那個人 探長 探長當時在城寨 探長我認識 探長我認識 他怕我會出事 他提醒我 他有件事 我也想你知道 我說 Please tell me 告訴我 你在節目裏面 講劉世良 包括號外第一節 主要都是 數號講 和我們講 可能會有信收 信當然不是情信 一定是律師信 他說他單聲給我聽 我說不要緊 我不怕你 其實說來說來 想想當時 你沒有十年前 都隨時收入私信 不過當然後來是沒有收到 那就完全沒有當一回事了 後來當時未被認識他樓上 後來就 又不是認知事 有些場合他見過 可以說 所以今天他說會 採取法律行動 我絕對覺得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當日 這麼小事 說這些事情 對不對 出信給啤梨 啤梨 啤梨 當時是爆破地獄 不是啊 如果這一集 你就出信給啤梨 好 出信給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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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夠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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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居心 一定是想啤梨接台 其實他那些東西 可以全部套用回去 剛才那段話說 有甚麼居心 是否想甚麼城寨消失 是否想說 我真的覺得很棒 其實城寨消失 對於香港社會 或者整體的華人社會 有些甚麼損失 我就想問 我不知道 我想問 我剛剛 我都在自己的節目講完 其實我當你有很多萬福羅華 我當你有十萬八萬福羅華 也好 三十幾萬 三十幾萬也好 你在那三十幾萬的人的page 你覺得 你覺得 對於現在我們香港 處身於這一個社會的所有現狀 你覺得 你無論力鐵聲聲 說甚麼有效果 甚麼有幫助 甚麼沒有 是吧 沒有的其實 你就是夠了 然後收課金 然後繼續營運下去 你對於我們的生活改善 你對於我們每一天 面對的hardship 我們香港人 每一天在香港 這個變態扭曲的社會 面對的所有 無論煩經濟民生問題 一切幫助都沒有 對於我們的社會 向前進 一切幫助都沒有 其實你 如果我是權力 喂 你消不消失 現在差事嗎 是吧 即是 你經常說 哎呀 人家想我們消失 又說甚麼 哎呀 誰最開心 又是 又說誰誰最開心 是吧 喂 2024年 大哥 現在香港這樣的社會 這樣的景象 是吧 很好笑 有一些人說 你還在欺騙 你這樣 是切頭切尾的欺騙市民 欺騙網民 講完 這件事 還有一段時間 你看他這樣咬下去 所以明天我的嘉賓 我問你 明天你想說 他一點就說 我要講立正 又要講 因為他法律的角度 明天那個是 律師 誰啊 都是知名KOL 都是想過來 大家去猜一下 另外就是 你們為了拆流量 因為一多收視 會有廣告 會有收益 所以這一節 我跟你說 這一節我是不夠盈利的 是一毛錢都不會收的 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節 就講一下一些新聞 甚至我想講一下 什麼時候有何替 第三節 英國 拘捕了三民那些 就是當經貿辦去做事的 這件事發現了很多疑點 發覺這一幫人 做什麼想的 連國產人 連產人 國產人 下一節就繼續